天啊,这太不可思议了 科学家们打开了一个封闭了数百万年的洞穴 里面竟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秘密 你可能会想,千万年前的洞穴里会藏着什么呢 但大自然总有办法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创造出生命 而这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等随我们一起探索地球上15个令人震撼的洞穴发现 这些神秘洞穴将带你领略前所未见的奇特生物 和匪夷所思的远古遗迹 这些会是什么呢 会是古老的文物吗 失落文明的遗骸 还是从未发现过的全新物种 让我们一起一探纠结 15.莫维的洞穴之谜 罗马尼亚的移动洞穴 一个被隔离了550万年的洞穴 终于被研究人员打开了 这个被称为莫维勒洞穴的地方 拥有着无比险恶的环境 没有阳光 充满的毒气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其内部却存在着一个非凡的生态系统 在1986年 一支科考队在寻找核电站悬址时 偶然发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洞穴 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洞穴内部时 迎接他们的并不是黑暗的岩石 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下世界 洞穴中生活着从未见过阳光的茫园 他们有着苍白色的皮肤和细长的身躯 此外 还有一种依靠硫化物生存的特殊细菌 他们让这个黑暗的世界充满活力 自从发现以来 当局就限制了进入莫维勒洞穴的权限 洞穴深处结实了一个 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的环境 洞穴内的空气氧气含量 不到地表空气的二分之一 却富含二氧化碳和硫化氢 犹如地狱般的热脸 此外 洞穴被伸手不见五指的飞暗 笼罩了数改万年 没有一丝阳光能够透入 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犹如天外之境 但却正是某些独特生物的家园 也正因为如此 莫维勒洞穴才吸引了 众波生物学家的注意 他们正致力于探索 这个迷人的生态系统 新兴纳提大学生物学家团队 在1996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中 发现了令人惊叹的无光洞 洞穴内一片漆飞 寂静地令人发指 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 研究人员在洞穴中 发现了48种独特物种 其中33种是该洞穴独有的 这些学区生物 为了适应黑暗的环境 炼作了各种惊人的本领 学竹的触觉灵敏地 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细微震动 水之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 寻找猎物 它们的身体 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细长的肢体和触角 帮助它们在飞岸的洞穴中 穿梭自如 这些独特的生物 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在无光的世界里 上演着精彩的生存故事 莫维勒洞穴的极客之处在于 它是一只首个完全依赖化学 合成细菌的陆地生态系统 绝大多数地球生态系统 依靠光合作用 从阳光中获取能量 而莫维勒洞穴内的细菌 则通过化学反应 例如硫化物或氨的氧化 来获取能量和碳元素 这就好比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生物 需要阳光生存一样 莫维勒洞穴的居民 则离不开这些神奇的化学合成工厂 可以说莫维勒洞穴生态系统 与深海热液喷口附近的 特殊生态系统存在相似之处 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差异 莫维勒洞穴缺乏深海热液喷口 常见的那种微生物 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尽管人们已经研究了 莫维勒洞穴数十年 但这个洞穴的深处 仍然隐藏着许多未解之谜 科学家们认为 这里还生活着无数未知的生物 它们可能会成为 揭开生命进化奥秘的钥匙 莫维勒洞穴的存在 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生命存在的极限 既然如此热烈的环境下 都能预遇出生命 那么宇宙其他地方 也许也存在着 我们意想不到的生命形式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在地球的更深处 或是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 发现生命的新足迹 十四 人类的远古亲戚 阿尔塔穆拉人 在意大利一个洞穴深处 一向非凡地发现 揭开了我们远古亲戚的 神秘面纱 阿尔塔穆拉人 这句距今17万年的海骨 于1993年 在拉玛龙家洞穴中被发现 令研究人员惊叹不已 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古老的 可以提取DNA的 尼安德特人骨骼 遗憾的是 由于头骨过于脆弱 且被中乳石和石损紧紧包裹 进行深入分析 非常具有挑战性 为了避免任何损伤 遗骸仍被完好的 保存于洞穴之中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科学家们成功地 从阿尔塔穆拉人的 右肩胛骨中 提取了DNA 这些距今可能长达 17万年的古老分子 有望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 揭开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全貌 阿尔塔穆拉人 并非普通的化石 实际上 参与这项研究的 古生物学家 称其为有史以来发现的 最完整的非人类人体骨骼 从头到脚 几乎所有骨骼元素 都得以保存 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次 无与伦比的 窥看过去的机会 13 距今17万年的烤蔬菜 想不到吧 在南非的边界洞穴里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些 距今17万年的烧焦 根筋类蔬菜残片 它们被埋藏在 祸后的灰烬层中 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 好吃根筋类蔬菜 这一发现颠覆了 我们以往对 早期人类饮食的认知 它们不仅吃肉 还会烹饪蔬菜 它们不仅吃 猛马项肉和剑吃虎肉 真正的旧食器时代食谱 还包含了烤制蔬菜这种 富含珍贵碳水化合物的 健康食品 考古学家们认为 我们的祖先饮食均衡 包含了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它们甚至还拥有 烹饪多样化的诀窍 但是科学家们 是如何发现 这一远古宝藏的呢 说来这绝非一识 研究团队 不得不仔细筛险洞穴中 数不清的烧焦残留物 为了辨别这些烧焦的残留物 研究团队花了数年时间 进行细致的显微镜观察 犹如侦探破碍一般 最终 经过不懈的努力 它们将这些烧焦的碎片 确认为来自牟根科的根筋 地下筋 可以将根筋想象成 埋藏在地板下方的宝藏 您可能会好奇 这些根筋的味道如何 其实 它们并不像我们常见的土豆 而是带有一种类似山药的香甜气息 拥有独特之处 显然 早期人类无法抗拒 这些淀粉含量 丰富的美味根筋 考古发现表明 它们经常食用口制的根筋类蔬菜 因为科学家们找到了大量根筋残片 这暗示着 根筋在远古人类食谱中 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发现挑战了我们 以往认为的早期人类只吃肉的观念 是时候摒弃如毛瘾血的刻板印象了 我们的祖先其实很懂得饮食均衡 荤素搭配才应该是正解 不过 并不是所有毛根科的真筋都适合食用 其中有一种名为 非洲土豆的种类 Hypoxic hemorrhochyladia 味道苦涩 常被作为药用而非食物 边界洞穴的人类祖先 可能食用的是另一种可食用的根筋 比如白色根筋Hypoxic Taspidata 味道更加可口 十二 十七点五万年前的石笋建筑 法国南部的一个洞穴里 隐藏着令人惊叹的 十七点五万年前的石笋建筑 没错 您没看错 就是石笋 这些石笋堆砌而成圆形结构 历经岁月沧桑 至今所历 更让人着迷的是 它们的建造者并非我们人类 而是我们早已远去的亲戚 尼安德特人 这个发现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原来尼安德特人不仅会制造工具 还是铺具建筑天赋的工程师 这个洞穴遗址 位于法国图鲁兹市30公里处 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 大约400吨石笋 被精心堆砌成形 这些石笋并非仅仅堆成一堆 而是巧妙地构成了两个环形结构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遗迹位于洞穴深处 足足有336明远 那么这些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其中之一是一个完美的7英尺圆形 而另一个则呈独特的椭圆形 宽15英尺 长22英尺 最让人费解的是 这些石笋结构上 存在着被火灼烧的痕迹 究竟谁会在这些精心建造的 石笋环形结构上烧火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大为不解 他们绞尽脑汁 试图解开谜团 最令人震惊的是 它颠覆了我们以往 对尼安独特人的认知 过去 我们总认为 他们只是 住在洞穴里的野蛮人 这些远古建筑师的智慧和工艺水平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根据研究人员的推测 这并不是某个人的临时突发奇想 而是一项需要社会组织和团队合作 才能完成的大工程 试想当时的情景 建造的讨论 分工的协商 究竟是哪些尼安德特人 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呢 也许有人负责 来着火把照明 其他人则负责搬运失损 并按照设计好的位置摆放 就像一个史前建筑工地一样 热火朝天 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定 这些实损结构的具体用途 他们可能曾作为临时庇护所 又或许对尼安德特人 拥有某种精神上的意义 但可以肯定的是 建造这些实损结构 需要技巧 组织能力和设计美感 这些远古人类 不仅是学居者 更是当时的名副其实的建筑师 这一发现表明 尼安德特人在技术能力 狩猎补育技巧 甚至艺术表达方面 都可与早期人类相媲美 谁曾想到 我们的远古亲戚 竟然拥有如此出色的 建筑天赋和创造力呢 十一 法国拉斯科洞穴 改写人狗关系的历史 法国一的洞穴内 发现的一组脚印 讲述了一个 关于人类与狗 结伴起源的民渊故事 这些可以追溯到 2.6万年前的脚印表明 我们与狗的亲密关系 可能早于上一个冰河时代 这或许意味着 我们以往认为 狗大约在1.5万年前 被驯化的传统观点 需要重大更新 这些脚印并排出现 表明一名幼童 和一只狼祸狗 一起穿过洞穴 这些古老的足迹 绵延约45米 并被坚硬的黏土 保存至今 可以想象 当时的孩子 也许把这只狼祸狗 视为玩伴 天真无邪地走在前头 而毛龙龙的伙伴 则紧跟其后 留下了一段 跨约万年的 友谊足迹 这些脚印 最早于1994年 被以其名字命名的 拉斯科洞穴发现者 肖维克所发现 随着故事的展开 我们可以生动地 描绘出当时的场景 在黑暗的 拉斯科洞穴深处 一个约8至10岁的 旧石器时代儿童 正与一只狼祸狗 结伴探索着 优身驱逐的通道 证据表明 这个孩子可能 还携带了火把 因为在他们停下来 清理火把的地方 发现了木榻坟迹 这一发现的意义 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 和一只犬科动物的 简单陪伴 它挑战了我们 对于狗究竟在何时 以及如何成为 人类最佳伙伴的 传统任居 以前 我们认为狗的驯化 发生在上一个 冰河时代末期 当时狼开始在 人类的农田附近活动 而新的考古发现 和先进的DNA检测技术 却讲述了一个 截然不同的故事 根据最新的理论 人类和狗 是共同进化的 拉斯科洞学发现的 古老脚印证据表明 我们与狗的关系 可能比想象的 要长得多 与人类驯服 和繁殖的狼不同 我们与狗的鸟带 似乎建立在 互利共生的基础上 这种合作 可能建立在 早期人类 和狼的社会结构相似 朔链目标一致的基础上 同时还伴随着双方 对彼此行为 和情绪的深刻理解 想象一下 我们与狗的纽带 可能远远流长 这真是令人着迷 这种将狗 视为伙伴的新认识 颠覆了以往的 驯化理论 与三万年前的狼犬 建立伙伴关系的想法 也为我们的人狗 共同历史 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拉斯科洞学壁画中 没有出现狗或狼的形象 这或许意味着 这些早期的狼狗 对我们的祖先而言 具有与其他动物 截然不同的特殊象征议 人类与狗之间的情谊 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 谱写了一段 穿越时空的永恒传奇 你说什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